這個翁曉玲的先生 也當過大法官 前任 我不知道他這個 會不會回去跟他先生說 你大還是我大 而且這樣會變成 這個照羅志強邏輯的話 他先生會變成藍營的看門 看起來藍營幾個 你剛剛提到說 像林思敏的說法 包含到這個 剛剛是賴世保委員的說法 就是國民黨到現在為止 還是認為用錢可以砸死人 你什麼時候會看過 就是說當你前面 羅志強出來批說 你大法官 不要變成民進黨的看門 這樣子 結果你現在突然轉個身 換同黨的出來講說 我們手上有很多工具 如果你今天這個釋憲案 暫時處分過的時候 我相信接下來是預算 過去大家要改革的 不就是這種國會嗎 就這種心態嗎 就是你今天 你好好的做個立法委員 很難嗎 很難嗎 會很難嗎 很難 要看誰 OK 好 我喜歡這個答案 就是說大家認為說 以前為什麼立法部門 有一些人覺得說 我今天掌握預算權 然後我就想對你幹嘛 我就予取予求 所以我們不是要反制 有一些特定的立委 有一些特定奇怪狀況的人 不要進入到特定的委員會 因為你很有可能會用預算 去前置這個單位跟他講說不好意思喔 預算在我手上 現在上演給你看了 他今天完全不演 不演了 完全不遮了 就直接告訴你講說 沒關係啊 而且你看他講的那個態度是 我們就是有這些工具 我工具很多 對 你說工具人喔 很好笑嗎 對不對 我說說 如果今天我們認為 國會改革的 應該是這種所謂的 用綁預算的方式 逼得行政部門 要通過我想要的東西 現在 就是真實上演給你看 工具很多你就拿出來用 你就算凍結他預算 不好意思啦 明年度的預算 沿用今年度的預算規模 先用再說啦 就頂多是有一些特定的東西 我可能不能動 但是他不會 我再修你預算法讓你不能用 再修嗎 我再修吧 力真的好大 會怕就好 可是果然你看東豪哥就講說 你看這個講到立法院 異夫哥就跳出來 你不要再獻祭給國民黨了 他們可能真的照做 我跟你講你不用擔心 他們可能有很多套的劇本 所以我就講說 拿預算這個東西 因為藍綠都執政過了 所以大家也都知道 好 大家都就是檯面一下 會用這種方式綁 綁到最後就沒關係 我就沿用去年的規模 就先繼續再繼續走 也不會讓你政府沒辦法 但你為什麼要在媒體前面 公開用這種方式出來講說 我的工具很多 你還這個傅崑期 委員現在這一段 皇后的徵操 皇后的徵操 在國民黨的眼裡面 比錢還不如啦 所以你才會拿預算出來講 這個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今天大法官 我不敢講說大法官的怎麼樣 因為老實講 剛剛這個主持人提到說 這個也是什麼法律界的老師 我相信有些人會覺得說 老師剛剛老師 為什麼會這樣講 我沒有對老師不尊敬 因為每一個老師 在他的法學的素養上面 有各自的堅持 你走德國體系的 你會覺得說 我的這個認知是怎麼樣 我走哪一個日本體系的 我會覺得日本 就每一個都有各自不同的想法 我覺得大家都給予尊重 但是現在對於國民黨來講 我管你走德國 美國 日本 還是東歐西歐的 全部都只有走我國民黨的 就釋憲的這件事情 即使在過往 由大法官來進行釋憲的時候 都有剛剛易富哥所提到 他有不同意見書 我各自去表達我的意見 為什麼一定要有一個 叫做不同意見書 因為很簡單 雖然最後是通過 但是我尊重大法官 你要把你所有反對的理由寫出來 那個叫做可供全世界 全社會全台灣的人去看說 你到底同意在哪裡 反對在哪裡 現在國民黨認為說只要有錢 有什麼不可以 皇后的徵操不是用在這時候 拿出來用的 可能傅昆琦並不知道 他的同黨的立委們 有人拿著預算出來 威脅行政部門 所以你這時候講皇后的徵操 不是也很奇怪嗎 就你完完全全讓自己變成這樣 當今天翁曉玲 其實老實講 你真的看翁曉玲在這個 視線這件事情上面 他反而變得 我個人認為他是要變得比較謹慎 當吳宗憲出來說 這個他們認為有可能會部分違憲 其實老實講 之前在過這個國會無法的這個 他們在這個改革法的時候 當然有一些往前衝的人 可是當翁曉玲今天突然冒出一句說 如果大法官判定有違憲的部分 國民黨再提案來修正 那代表什麼 我不相信 這時候有比誰大跟誰小的問題 你要去跟誰比大小 你也是老師他也是老師 大家通通都是老師 你有你的見解 我有我的見解 那就是誰能不能說服別人 我就在拉覺得我這一派的人 多到最後就是解釋就出來 你要去變 難道你真的要去跟立法院 去跟在立法院一樣去變大 所以我覺得翁曉玲 反而在這件事情上 為什麼會丟出那一句說 如果有違憲 再提修正 你就會再 就要再提修正 所以我跟你講就是說 當今天國民黨面對到 今天賴清德說去提 四個單位提國民黨跳腳 我不知道你要跳腳什麼 難道你要一個單位全體 不是在他 因為他們都是各自的憲政機關 那他在我的憲政機關 賦予我的憲政權責下面 針對我的部分 各自提起不一樣的東西 他的權利 難不成總統 難道監察院要去提 我覺得你找總統去不太OK 總統說我覺得監察院的部分 我覺得不OK 你不是亂掉 你要嘻笑 沒有人要跟著你 大家一起嘻笑 就大家各自針對他的部分 去提起 這有什麼好違憲亂政 我不太懂 我不太懂 就是說憲法的這件事情 除了國民黨根深蒂固 被以前的那個邱海棠騙了 都才知道原來蒙古早就已經 就我們當年在訂憲法的時候 就已經不是我們的這個領土了 已經不是什麼固有疆 你還一直去抱著那一會都OK 可是我就說 當你今天去批評 只為了用政治性的語言 去批判說 你賴清德今天提的這件事情 就叫做違憲亂政 你如果回來看賴清德 其實我老實講 我其實也在看 你如果視線出來之後 賴清德怎麼辦 這是一題兩面 你說在結果沒有出來之前 希望大家就是不要 可是如果視線出來之後 對於這一塊 如果沒有疑義 賴清德要不要照做 要不要吃下去 你也要吞 難道你賴清德今天也說 沒關係 那我就再提起 你也沒辦法 不能起屁面 因為很簡單 你身為一個憲政機關 裡面的 我就以賴清德為例 你是總統 你沒有辦法像翁曉玲一樣 我們再提案修正好了 反正你講我不對 不對就不對 到時候再說 被你抓到再來講 你沒辦法做這種心態 所以當你今天出來 其實說我今天要提起這個視線 然後提起這個所謂的 政治組分 當今天這些東西 遲早會有結束的一天 你也要面對社會大眾 就像現在有人去批判說 你在台南 台南當時說兩百多天 你不進去 你也不進去 他要不要扛 他也要扛 監察院認為他當時的那個做法 有失當 對 你也要接受 難道賴清德講說 沒有啊 我就是告訴你 我的所有的想法 靈降你一切 也沒有嘛 所以我就講就是說 現在這件事情 除非賴清德做一件事 我就看你不爽 我就是不簽 我就不公告 怎麼樣 國家元首可以這樣子賴皮嗎 你能把握怎樣嗎 沒有嘛 他就依法做了 該簽他就簽了 然後也告訴你 講說我就是公告 但是我真的覺得有意 這就按照程序辦事 到底你真的覺得那麼不滿 再怎麼不滿 有今天有一個人出來講說 維遠 我跟你講 晚上你要跟我去吃飯 你不能跟Grace去吃飯 不然我就找人砍你預算 好可怕 可以這樣幹嘛 但是國民黨 沒有 那大家會選擇 跟你吃飯 不跟你沒什麼 對 不用動到砍預算 對 那個不叫眉毛病 我想太多 這個舉例眉毛病 我收回 你把我換成王乃魚可能就 乃魚我都去 好不好 所以我想就是說 如果今天的這種 所謂的政治上面的批判 老實講 我覺得當今天進入到 這個副議案的時候 是國民黨跟民眾黨 可以有思考的一個轉折點 但他們選擇不要 現在提起視線的這件事情 本身就是憲政機關 基於他本身的這個狀態 我可以合理提出來 都還要被你拿出來講說 你這個叫做毀仙亂症 請問公開出來說 我有很多種工具 我們的預算 這不叫毀仙亂症 那叫做什麼 叫做威脅利誘嗎 全台絕無僅有 政論婦女黨 上公 上一波 好 喝在我心裡的 忘記了 所有的小草 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舞七點半 還要給你清水嗎 請問公開 看公開 從來